哎呀,起晚了,看一眼吧,但是直播结束啊,凌晨三点了,现在是起晚了,前天是,第一天好像是这个点差不多起的,而昨天是一点多起来了,这两天起的可能有点搞得自己太困了啊,今天没起来啊,标哥又进决赛桌了,标哥第三名啊 我昨天下午,看那个传奇普克标哥表现就特别好,一直是桌子上的筹码第一名,然后也进决赛桌了啊,又又又又进决赛桌,获得第三名,也是不错的成绩啊 看看比赛多少人,其实标哥参加的比赛就是,还都是人特别多的,人特别多,你进决赛桌那肯定就不容易是吧 咱们先来看看凯特里啊,凯特里真的是,我早就说,我凯特里这个人也是老打入决赛桌 但最近打入的决赛桌比较少啊,前几年传奇普克,凯特里老打入决赛桌 哎呀,凯特里2500万了 哎呀,我睡觉那会儿躺床上看手机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好像1400万左右,差不多啊 现在差距这么大了,哎呀,起来之后,这个视频不知道会怎么样,还有几分钟他们打完啊 Q2会接吗,有点纠结啊 看看60万的盲主,他选择接了啊,60万的盲主,觉得现在盲主也太高了是吧 死前是150万,有点Q2可以接一下 来看这个跑马克的里头不能夺冠,A3赢不,咱们不可能说这么点时间是吧 两个人多打一会儿不,最好能再打20分钟啊 翻牌,A4,结束战斗 黑桃我怎么是,哎,真的是A4 一张黑桃,别发黑桃,让A3赢 其实我这个节目我希望凯特里赢的 因为凯特里真的老闯 哇,这别这么搞啊 哇 别发Q2吧,不合适吧 来看看合牌 不是吧,绝杀 没有,三条A4 哎呀,就是我还是希望凯特里赢的,你知道吧 因为我原来前面说过 就是凯特里老打过去赛桌,就差一个冠军了 这次非常好的机会啊 还能不能夺冠 但从咱们录视频的角度,好不容易起来喽啊 然后 凯特里看表情什么的,状态好像还不错啊 好不容易起来了 说两分钟,然后比赛结束了 那视频也发不了啊 也没有人能发 搞过十分钟,咱也可以发一下嘛 毕竟是决赛主要两个人单挑 好像有谁在哼哼啊 哎,我稍微暂停一下 声音太大了 背景音乐 回来了 哇,AK AK,慢打AK 靠 十四 那什么 过牌是吧 不是吧,老哥 哇,你干什么呀 我,这多好的一个靠近去看牌的机会 你十四这么差,能免费看牌 你不看吗 他觉得他气势比较盛啊 他这个时候 他想那什么一下 哎呀,十四这牌真的非常适合分牌看 我这说的,说的像这黑特里 但是咱们,咱们现在是想要这个他俩打的时间长一点,你知道吗 长一点是最好的 这十四再往外送钱啊 他好像觉得他气势比较好,刚跑马赢了,完趁着这个气势,他再抢一下这个底池,这个人说实在的,他还是很努力在打这个比赛的啊 像有的人筹码少了,他就是放弃了,差不多的牌他就凹裂,完那么打一下,听天由命吧,是吧 他并没有啊,他也努力的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再赢更多的筹码 考 过,应该会过 你看三牌 七,都一样的牌有位置的人,还是更容易赢下这个地池 虽然大概率是平分啊 但肯定中卫玩家,更有可能赢下这个地池 180万 下个三分之一地池 哇,下这么重吗 120万 其实他们比赛老下四分之一地池的 我三分之一地池都说中了,你知道我,他就先下120万 哎呀,平分 1640万 终码我拿回来了,没有办法不平分 2PAYER 7S and 3S 这个S是什么意思 这男的结婚了是吧,按戒指带个戒指 我原来看有个男子也戴个戒指这个会儿 他说你结婚了是吗,他说没有呢,你为什么戴手指头上 他说他别的手指上戴不进去呦 就是,只能戴这个,可能小拇指他太,他戴进去,他掉下来是吧 按别的手指戴不进去呦 95至尊,能赢吗 5X,5X 靠,兄弟这回check吧 别搞了哦 真的,他再有race有点过分了哦 Michael,Michael,就Michael吧 哎,这人,我一看他名字,我见过 Whiteson吗 哇,这五九完了 哎,发个八,发个八,爆炸了,这个牌 发个八,爆炸了,来个八吧,多玩会儿两个人 有头了,这可能跟不了啊 四五头的话,九五不太能跟啊 哦,九五先打 四五少,搞不好的,不推了我 六十万 靠一下吧,看来要靠啊 买出来,我是冠军啊 能不能发个八,爆炸了 发个八吧,不理死 发个九啊,发个九也行 应该还会打啊 拼一枪下的重一点吧 没必要下的重 啊,不能下重,还是得下轻一点 下个一百二十万 再来个一百二十万,打点什么六七的价值 一百二十万也挺像价值下柱子 别人可能会想多,还是重柱 八十万 八十万,一百二十万 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打点薄价值 但一百二十万我觉得 会容易打点价值点啊 他这有点,他也忒忒向价值下柱了 哦,瑞斯 我觉得他会尝啊 这个牌又是一个适合投机的面 他又是第二大的队子 这个牌就是能有很多这种牌 一般K不会这么打 就是别的牌 两对后门花 顺子 会跑吗 他前面 顺子 顺子转牌会 六七 八 五八是买上顺子 五六七八翻牌 他有张五 这时候可以考虑 考虑点隔断章 真的五八就排 你分析的时候 而且这五的隔断章 它是小的牌的隔断章 咱 就是 比较经常的说过 就是小牌的隔断章 它是有效果的 就是效果 就是大牌的什么 石钩圈KA这种牌 你一张牌 没什么隔断性的 你知道吧 它隔断性非常的差 但小牌 它隔断性 二三四五六 有这种小牌的隔断性 我call了是吧 那是直播 他这个隔断章是能用上的 比如五八件的 其实这个牌 那什么 是吧 这个牌刚开始 他一打的时候 我就说 提前 很早 我就说 这个人很有可能call 就是因为他前面的表现 他打的拼 而且这条 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信息 Kate里就中大牌 他在藏嘛 而且有顺的话 那两个人确实因为有顺怕花出花嘛 也没有顺 赚牌的时候也没有顺 反正就是非常巧 Kate里 他那个五什么的 他是有硬的隔断性 反正上手牌还是得仔细想想 我也一时其实没想的特别明白 你知道吧 就是反正那牌 就是 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分析 真的得好好想一想 实际欧应该不会接 反正上手牌 就是那个牌面 非常适合投机 就是主要 咱们想牌的时候 其实隔断章是后边想的 你知道吗 你主要想什么 其实主要那个牌面 是一个适合投机的牌面 别人就很有可能 有位置的人在这个牌面投机 你再分析他的翻牌 转牌 合牌 是吧 他的举动 故事合不合理啊 有没有道理 他这个牌 我来再看看隔断章 是吧 他毕竟九五在那 然后再综合分析一下 他有牌的概率 是吧 我这个牌的大小 然后德州伯克就是这么的思考顺序 你看我讲的这些德州伯克讲的这些东西 我就去看我直播解说可以说 我讲的点都是直播就做出判断的 像这种牌我也说了不配考是吧 就是我的知识点全都是实际的能用上的 你看别人给我下边评论过那些说的那些点 可能大家都是看别人的解说是吧 反正来评论我的那些知识点你们打牌的时候用不用得上 是吧 教你那些的人 他们能不能像我这样的直播做提前的判断 然后咱们的判断几乎都是对的 但有时候是吧 你像有时候他做出意外的行为 像有一回咱们觉得过他14的Race 那这没办法是吧 这谁猜得到 他自己意外的行为是吧 568 会偷吗Q2 拼一点 他这个人挺拼的你知道吧 这个Michael 他没准会偷啊 他打得非常 看见没 这就是德州普克你观察一个人你知道吧 这个人 他那首14 起Race 我就观察出来了 这个人非常的拼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偷击的面 我觉得他会偷 你知道吧 我所有的判断 我讲的知识点 都是你能实际运用上的 你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什么的 是吧 逻辑推理 反正这些东西我都在德州普克 我都会讲一些什么的 就是判断吧 就是我就是 我讲述的 德州普克是一个灵活的游戏你知道吧 不是那种什么GTO啊 怎么着的 我告诉你 学GTO的 没有高手 全都是 说实在的GTO就跟硬式考试一样 就跟那玩意没区别 信这些GTO的没有高手 你看这个人 上手牌能观察图 就是你灵活的 这把通过他的动作行为 通过十四 他瑞斯 你就观察图他会不会投机 是吧 你要灵活的判断场上形势 这手牌 没起瑞斯吧 没起瑞斯 三六十八万 是吧 看一看 这手牌 吹自己吹多了 哇 三没打一下吧 三没打也对啊 因为ABB面容易被尻 是吧 没打也可以 就是ABB面容易被尻 三一单被尻 冷转牌不好行动 这没办法要支付啊 这肯定要支付的 一百万 有点大 但应该还是会支付啊 因为你很容易觉得 他在投机 K特里打的也很像投机 这就是不太有办法 没办法 然后牌是这样的 没信息 没信息 对方打的又像投机 完整一百万 你就是能接受得住 你肯定会尻啊 三五肯定要尻 三一堆要靠 看见吧 就是我的知识点 讲的 全都是你马上就能用上 就你用德州 不科大多种情况下 你用德州不科这些思考时间 你就能思考明白 这个该怎么决定 来看合牌 九六 这时候就观察什么呢 下注尺度 下注尺度 能表明一个人的意图 看看对方的下注尺度 是多少 看判断三五的行为 三五也是 就是我分析的时候 那拆个拆个 这就拆个拆个 没什么好打的 我分析的时候 都是站在第一视角分析 你知道吧 看不见对方牌 我就下注尺度吗 那三五就是看不见对方牌 他只能根据下注尺度 看对方的意图 然后下注尺度 能表明一个人的意图 他在投机 他在打价值 他还怎么着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打牌 他可能是这么大 你知道吧 他这牌 比如他拣个三条 三条挺大的 我三条应该打多少价值 他下一个注 是吧 他做的顺子 我应该打多少价值 是吧 就是我想拿多少价值 我打多少价值 很多人打牌 他可能是这么大 你知道吧 但其实不是的 你知道吧 你的价值下注 你得看起来像投机 那别人才会跟你呢 是吧 你的价值下注 看着就是价值下注 那别人为什么要跟你呢 对吧 别人送价值给你吗 其实是逻辑 其实是正好相反的 反正这是 其实把价值下注 打成投机 你知道吗 这是主要的 大牌的方法 当然还有一些 别的打价值的方式 比如你打的轻一点 让对方好支付一点 是吧 推老啊 没位置 没位置 10k没有那么好打的 不知道他会怎么选择 这手牌比较不好 真推了 准不准 准不准 哥说的准不准 每个判断都是正确的 刚想往回找找 你知道吧 10k这牌 其实也有点怕的 你知道吧 他就看你拼 这个人就是挺拼的 你知道吧 10k因为有时候 他这个牌 因为K的离 有可能拿到大牌的 你知道吧 他就是打的拼 你知道吧 短筹码就得打的拼 你短筹码想赢 你你不打的拼 是吧 你凭什么赢 你筹码比对方少 技术都差不多 然后技术谁也不比谁 高太多 你知道吧 你拼才有更 更大的概率 赢下这个 那什么 赢下这个地址 赢下这个比赛 这太拼了吧 老哥 这有点太拼了 其实我觉得这Q6凹链 有点过分了 你知道 他真的很拼了 比我想象的 还要拼命三等 Q6他有位置 我觉得没必要 这么打 不太理性 他可以 Race一下 你知道吧 这风险太大了 你Race对方没牌 他大概率也会跑 你知道吧 我还没吃过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